Hello 谢谢 我在这边录点东西 然后就先去忙 拜拜 下回见 嗨 大家好 现在天下雨了 我们开过来的时候 我们来到的 今天来到的是圣路易斯 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三个小时 然后现在到了 已经是下午了 品尝当地一家 非常好吃的港式茶点 叫做京园 走 先把肚子填饱了 一会儿才有精力活动 因为油 看到了吗 这个是水煮鱼片 对吗 水煮龙立鱼 肉质超级嫩 像老乡的脸一样 有点害羞 入口即化 真的入口即化 都不用怎么嚼 那我们吃了圣路易斯的一家中国餐馆叫做京园 但是今天来的非常不巧 因为只有周末才有茶点 对 水煮龙立鱼真的是超级赞 就是入口即化我超爱的 超爱的 超爱的 就这样 八分吧 因为我觉得还是有点油 上面飘了一层油 但是鱼真的是超级棒 那我今天就是正好来到圣路易斯 就预约了一个华人理发师 这也是密苏里州 就是为数不多的华人理发店 全圣路易斯只有这么一家华人理发师 而且那个师傅叫David 他已经在这边剪了17年的头了 从广东江门过来的 都排满了15分钟一个头15分钟一个 这个剪的速度也特别夸 而且手艺也很好 马上就到了 一会儿进去看看 今天现在放假的人比较少 在那里 没有人那么多 现在你爱人今天不在店里 不在 他才有周末才来 哦 来这17年了 啊 没有15年 15年 对啊 纽约物价太高了 哎呦 那 物价 高的不太高 可是我觉得 挣钱嘛 就是说这边没有什么两样 可是 他那个 厅房好贵 嗯 是吧 对啊 那时候干嘛 里头的时候 不习惯这里 不喜欢这里 啊 这边太厚了 有些有业 我管就比较像 哦 对 繁华一点 对 想到那边去发展一下 我想把我爸爸妈妈 带过去 可是带了一年 想要挡着对劲啊 拿回 挡回钱 怎么就是赚再多钱 买不起房子 买过钱 如果这样有些东西 像我这个店面的话 真的好贵啊 像这样的店面 哦 一两百万可能买不到 一两百万刀 对 哇 在这里 我这个店面不贵啊 店面商你说是三十万刀 三十万刀 现在没有 现在可能 二十万刀 二十几万刀 所以我买的时候才几万 我买几万刀才 对啊 爱在这里 八点 望向清清的镜面 总使我伤心想你不回智 坐上翻低的意 请世妹更发誓 我只盼今次 可有一位替我可疑 紧着痛苦 三孩的 对 上学了吗 对 老半了 老半了 三岁 哎呀 你看这日子过得挺舒服的 嗯 谁骂就是 但你一个人累点就是 对 一个人养回家了 我真的 对 我还好在别的地方 在别的地方这样养不起 对啊 上学 上学就养不起 一个孩子上学就养不起 对 但是养不起 这上学都免费了 是吧 看一看自己 看一看自己 现在好 可以可以可以 很高兴 可以很高兴 对对对 可以 清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掌握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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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整天望着姑姑 身体痛苦 不应该伤心应开心欢呼 掌握高福 掌握高福 你拍师傅掌握高福 掌握高福 看见 overall 最后你拍一张照片 要拍一张照片 不能拍一张照片 自己也拍一张照片 可以拍一张照片 要拍一张照片 不能拍一张照片 这个张照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就从小在越南长大 然后15年前来到了圣路易斯 然后之后一直在David这边剪头发 他现在只会讲粤语 然后我们用别角的普通话和粤语 掺杂着在那边交流 所以说他不仅是技术好吧 打一个小小的广告 而且人也非常的不错 如果来到圣路易斯呢 可以选择找David剪头发 记得要预约每半个小时就一位客户 刚才有一些聊天的内容呢 可能你们听的不是特别清楚 他现在他是像这些后面的院子 都是他的包括这个房子 当时15年前是几万刀买的 现在已经长到了不到30万刀吧 现在是20多万刀 就买到了这么一个店面 商住两用的房子 现在他已经有三个孩子 一个人剪头发养活一大家子 而他的爱人呢 是在周末的时候过来帮他帮忙 平时在家里带孩子 很多人想知道这个收入怎么样 我只想说剪一次头发 是15刀 然后看你家小肥 一般我们都是给20刀 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 具体收入怎么样 就不方便多聊了 总之还不错了 优优独播剧场—— tecn cru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